你不看得高雅的 那出两个桌子 你怎么屁啊 别再说话了啊 在家中开办 那是学员制作简单的 看小点 看 有个小嘞 看一看 那小可乐的 都是要下线的是这个装修行业的旺季 今天我们会来看一个装修公司的作业 安徽移民湖首标 年轻老胡 两年多前开办了自己的装修公司 后来又有了楼梯加工厂 这个夏天他非常的忙碌 好几个工程同时进行着 我们记者带着摄影师去他 正在装修中的一个大房子看看 胡首标 人称老胡 约六年前 从中国安徽移民多人多 我们的装修行业 从最起初开始 学做装修工 三年后就自己单干 开装修公司了 装修工夫开了一年 他又开了一家楼梯工厂 刚开始的时候是找到自己做 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是个做什么 有个朋友是做装修的 是邻居 然后我就跟他一块去做 我就说 我可以不要工厂 跟一块跑一跑 我发现是很辛苦一点 但很落去 然后打工赚了钱 就把藏换起来了 那是什么样的 要做什么 我当时预算的时候 心里想 三五万块就可以了 做起来之后 就不够了 牛肉资金需要多了 另外涉病了 还要足复增加 我开之前的时候 很多朋友就阻碍我 反对我 不过我很有信心 因为我做 本来我就是现场 安装做装修的一块的 我了解一些事 另外一个 我这个基础达得比较好 我以前很多老客户 老客户呢 我认为我的这个客户 比较多 我工程量 就希望我能 用做工程 保住这个厂 我当时就想 如果厂这个 经济不太好的情况下 但是我装修 做工程 可以补进来 我这样想的 安装楼梯地板 是老婆的主打项目 所以她又特别开设了 一个楼梯工厂 虽然规模不大 经济效益蛮不错 开场一个是我做工程 更方便了 因为我客户 任何需求 我都可以买工程 因为我设备工程 可以加工工程 各种产品都可以 市场买不到的一些衣服 特别是楼梯 任何形状都有 我可以容易买 所以客户的邀请 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地毯 买个买房子 想把地毯接下来换地板 楼梯上地毯接下来换地板 好一些实度楼梯 还有个不喜欢以前的楼梯的造型 位置 想拆掉换新的楼梯 这个处理还挺大的 这个夏天 老婆的生意很是红火 参访的时候 四五个工程同时开工 这座豪宅内部 大规模重新装修 主楼梯也拆了重装 华人中心公司会开业务 竞争日期激烈 导火特有靠预备策略 不管边这个价格等方 怎么竞争 或滥造我们的春风海涮 在保住质量的情况下 尽量的占着空门 尽量的为客户省钱 如果是看低肯定化 如果不这样的话 不必做 老婆说 最难的不是怕没活干 而是和不同的客户打交道 他的新客户 不了解的 很可能会 各种客户都有 他要求不同 另外他们可能会 经计交一些 就是 最不喜欢的就是 到最后的时候 他会增加一点活 不想给钱 要点点问问就算了 也就算了 也不能不计交 什么客户都有 有的是很认真 比如说增加活 会给你钱 会很可理的 很想问都不问价格 做完之后 他问增加那些活 需要多少钱 你说的话 他会给你多少 老朋友当然 很不会有那种现象 他们知道我 不会买他要价的 就做完之后 再给钱 也很公平的 我新客户很可能 会遇到这种现象 老胡英文不太好 但是新人顾客 占到一半以上 这个优势 让他在一定程度上 避开了华人市场的价格战 我在网上面发了一共闻信息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在我开公司和办厂之前的厕所 我唯一一个公司做楼梯 做地板 就专做他的工程 那么他的客户呢 基本上都是新人的 当时是他的工程 但是客户呢 认识我了 这有个基础了 那么他办法审计划码 他逐步的宣传一些 宣传他的亲密 同学朋友 还有认识的人 然后 越来越多 扬步性情憨实 却很有生意头脑 加上胆子大 敢于冒险 他看好铸铁舰 在加拿大大有市场 去年开始 他又和铸铁舰厂商 合作共图发展 在Lowlands 比Berry 有Lensley 就是那一带 就不用做 另外 还有很多地方 就是后发园 往后发园去的那个地方 也比较小一点 所以我们也比较少 就是我坐楼梯那一块 有很多人喜欢 用贴易的柱子呀 喜欢一个 切木结合的楼梯 那么 我们要结合起来 这样的优势比较大 另外一个 像这一个 款式来讲 上面有的人喜欢 加一块木头上去的 那么我坐着木头楼梯 这样结合起来 比较强大一些 这样我们也会更多了 他的油也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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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越做越顺 扑合越来越多 但老胡说 有点快招架不住了 这是我身体 越来越老了 干不动了 打地板 坐楼梯的腰 腰部很痛 另外一个 我的时间 每天休息时间太少 从早晨八点钟到晚上 很多都是十一二点 一两点 然后还要上网 回一些信件 要看一些资料 看一些信息 工厂还要增添一些设备 要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技术 提高自己的技术 因为工厂里边的设备要更新 满足不了需求 现在一定订单很难完成 因为工厂加人员不行 工厂加人员工具提高了 效率不提高的话 出门降不下来 要足够的话 出门降下来才能 进入力 那么设备要更新 要更先进的设备 减少人员 减少工厂 提高效率 下一步的计划就是 可能 重点抓 抓这个资料 抓资料 亲自干活 足够的要减少一些 慢慢的就不干了 因为现在很多老高货 点流的 特别是老高货 以前我做过 活的老高货 或者他的同学 不能有亲戚 点流非要 点流非要我亲自 动手做过 所以有时候不做不携 装修公司 加上楼梯工厂 另外呢 还跟人合作 开拓这个铸铁键的市场 多方面的发展 老婆可以说 相当的有生命眼光 所以说每一行 每一个领域 都有可能大有作为 关键是你要全情投入呢 才有可能带来回报的 不过有的时候 这种回报 并不是用金钱来表示 而是带给你更多的 精神上的享受 枫叶是一位家庭主妇 目前她在加州呢 开设了一个甜品的制作班 其实在移民之前呢 她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不过没想到移民之后呢 给她的生命